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我叫Ben今年46歲 三年前的時候 做了一件事突然暈倒 經過幾個醫生判斷 就覺得是腦腫瘤 就是這樣 就像舌頭一樣 劏開之後咬出來 就是前後三次手術 Ben幻想的是 惡性膠質無細胞瘤 屬原發性腦癌 生長速度快 而且復發率很高 膠質瘤其實是一個 原始於腦細胞的腫瘤 其實它分為四級 第四級 就是一個 惡性膠質無細胞瘤 英文簡稱就是GBM 就是一個很惡的病 病人一般的壽命 只有12至14.5個月 全球每一萬人當中 就有10個患有GBM 而香港每年約75至80個新症 這個惡性腫瘤 不是那麼簡單 基本上是沒有藥醫的 而且在腫瘤科裏 是差不多最毒的一隻 沒有太多污氣 有不是很激動 沒有太多污氣 这些东西是稳定的 而且不一定没有这些东西 黄先生的脑肿瘤其实是在左顶颜叶 可能会影响到他的读写能力、计数 和一个感觉神经的问题 感觉神经是很重要的 因为要知道自己的手放在哪里 才能走到路 第一次手术后 他仍然可以做运动、跑步和踢球 第二次之后 他走路明显差了很多 需要拐掌去参赴 第三次手术后 有发现除了他的暴行有些影响 他的语言功能有些障碍 不是说立刻可以说到很暢顺的事 也失去了凌智的功能 Ben在康文署工作 负责公园的管理和运作 虽然看不到未来 但是他每天坚持上班 如常过日子 因为他有一个心愿 希望可以照顾好妈妈 有一天等一天 不可以把头人送丫头人 我有家庭 我照顾不了父母 父母也是照顾他 他很孝心 那现在荃仔病了 你会不会很担心 那现在荃仔病了 当然要担心 分分钟要担心 就是叫他不用什么 他慢慢来 妈妈自然的 都会好的 那不是高虑你 他说是 希望 他想打我 治疗胶质没有细胞瘤 主要透过手术 电疗 花疗 和标靶治疗 早前香港 引入了脑肿瘤电肠治疗 利用特定频率的电肠 干扰癌细胞的分裂 抑制肿瘤的生长 如果平时有流血 就麻烦一点 因为胶水迹黏在这里 剃头的时间 就不太好看 头发因为长得太长 会阻止传道的电 一拆了那个贴 就立刻去剃光 不会阻止电流的传送 电击治疗贴 每天最少要带18小时 无论是上班 吃饭 睡觉 都要带着 而且每隔三四天 哥哥就会帮他换身贴 这个电肠装置 这个电肠装置 研究显示 对复发者来说 都有助他延长他的手末 患者来说 以前如果有五年的传活率 是少过5% 现在有了这个电肠装置之后 其实有13%的病人 都可以有五年的传活率 除了带治疗贴 还要同时吃药和做化疗 三管齐下去抗癌 我怕他就是照顾不到自己 如果真的再变差下去 也不知道会变差成什么 其实都是要见步行步 希望他自己继续坚持 乐观点去应付 每一天都是赚到自己新的一天 人生长短都不重要 最重要是享受每一天的光阴 想参加就要10万火急